最近女儿早餐很喜欢吃手渣饼 喜欢加鸡蛋加青菜加快鸡扒 做法简单又香口 小朋友超喜欢 面食我不太擅长 但女儿很喜欢 所以我通常在冰箱全现成的手渣饼 还有提前腌好的鸡扒和芝士片 其实小朋友很喜欢吃 选手渣饼时记得看配料表 最好不要选含酥油或植物黄油 因为这些都是脂肪酸 不单单不好吃 吃多了对身体没什么益 和淡奶油一样 黄油都要选动物性 这样吃下去才够香够健康 不需要解冻不需要放油 用中火慢慢煎 煎至金黄色又脆皮就OK 接着加少许油煎鸡扒 煎至两边金黄焦香再煎鸡蛋 将鸡蛋摊平后 将刚才的手渣饼铺上去 反过来之后再放芝士片 山菜和鸡扒 亦都可以放你喜欢吃的番茄青瓜和腸仔 再煎一些酸酸的番茄酱 就更加醒神开胃 一个简单又好吃的 芝士鸡扒手渣饼就搞定了 手渣饼吃起身就外酥内緣 鸡扒就嫩滑多汁 一个人吃完整个鸡扒手渣饼 可以饱到中午 女儿就很满足 因为小区门口的鸡扒三文翅 真的很难吃 记得要趁热吃 这样才会又流心又酥香 小女儿看姐姐吃都看得流口水 大女儿就不喜欢吃葱 小女儿反而很喜欢吃葱油饼 所以兴趣爱好 越早培养越好 有什么好食物都给她试 这样大了就不会选择吃 我是小咪爸爸 记得准时吃饭 点个赞